今天我们到了这个万加利路旁边的万加利大厦 国际购物广场 据说这个是亚洲最大的一个购物广场 是个巨型建筑 我们进去看一下 现在我们是在它的西侧 它的对面呢就是万加利高架 广场上都是停车场 它这停车呢 别看这么大的停车场 还有地下 一到周末或者是节假日高峰晚上 停车就很困难 正门这里有一个雕像 好我们进门 一楼 这个南洋大师傅 很多人喜欢吃 据说还有预约 一楼主要是卖这个化妆品的 还有一些吃的东西 我们把一楼转一下 一般商场一楼都是卖这些小东西的 剃护刀啊 化妆品啊 这里还有奶茶 一般一楼都是清便餐 这是一楼的一个大厅 它还有地下 一般是一个体验馆 我还没去过 我这里还有一个设计 这里边凉快 后边呢是首饰 也有化妆品 一般一楼都是传统布局 好了我们上二楼 观光电梯的太长时间了 等待 我坐布提上去吧 下面都成了活动场所了 上到二楼 二楼是卖服装的 好像是女性服装为主 女装 这一侧好像是空了 怎么搞的 哦 这有一个绿色布道 除了绿色布道 哦 这边也是卖鞋的 也是女装 卖鞋的 女装为主 好 我们再上一下三楼 这里有卖香包的 也是女包为主 观光电梯 这个什么拍到 到了五楼 哦 五楼是卖儿童用品的 母婴用品的 还有运动品牌 五楼 四楼是男装 三楼还是女装 哦 六楼是卡丁俱乐部 我们到六楼看一下 到了六楼 六楼是卡丁车俱乐部 小孩玩的呀 哦 宣卡 赛车俱乐部 哎 同心未眠的 七楼是各地特色美食啊 还有电影城 八楼还有一个影城 七楼八楼差不多 我到了八楼 八楼这有吃的 黄季黄 还有肺大厨 三文鱼 我现在穿过它一个内部通道 到另一侧来 到了另一侧 这侧呢 吃的东西就更多了 台球俱乐部 台球俱乐部 好久没打台球了 以前还老打 最近没怎么打了 这上面还在处理衣服呢 特价商品 哦 外婆家 这是个餐厅吗 这么有特色呀 适合情侣呀 这一层还主要是以餐厅为主了 都是吃的 这边还有韩国料理 哦 这边有一个北面观光的电梯 下到七楼看一下 到了七楼 这有一个徐长兴 哦 中药有个徐长兴 这有一个徐长兴 这边也都是吃的 各式各样的吃的 哦 还有重新捞火锅 成都烙火锅 反正川菜离不开火锅 这有很多这种共享的按摩椅 微信少就可以按摩了 也挺好的 哎呀 都是小玩具啊 游戏机啊 以前玩过 现在不玩了 这都是给小孩玩的 啊 这玩的挺特别的 哦 这就是中影清美国际影城 这个电影院 最近听说八百上映的比较火呀 哦 这里有一个自拍馆 粉色苏打摄影自拍馆 是干什么的 最近是什么电影比较多呀 茶园月色 可可 都可 这是奶茶 都连在一起了 那边还有个苏意烧鲜草 这三大奶茶都放在一起了 好像这个七楼啊 比这个八楼人气足 八楼好像没有这么好的生意 都有都是卖腊肉的 好 我要过通道来了 我又过到另一侧来了 哦 这一侧也是刚才那一侧的延续 这座大厦确实挺大的 逛起来的话 一天可能还不够 再吃点东西 再看看电影 喝点东西 确实是的 好了 我们下去了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 结束了